我多么想跳上这辆车回国过年 但是回不去呀 1月6号开学了 加拿大学校没有寒假 只有暑假 暑假一口气放四个月 我已经连着好几年没回国过年了 哎 只要你交了学费 能给你从大年三十一口气上到劳动节 别说地球不爆炸 我们不放假 就算地球爆了炸 我们学校能去月球上 开个阿尔伯塔广汉工分校 嫦娥校长 吴刚副校长 春节在加拿大影响力非常大 我还从来没见过哪个国家的节日 在加拿大有这么多元素 也就春节这么牛 到处张灯节菜的 人家命好的 明天每课也不用考试 今天晚上就能三杯两盏蛋酒 天涯何处秘之银 轮到我了 不光今天明天都有课 晚上还要写论文 打开电脑书一捧 噼里咔嚓一顿整 其实不光是我 今天好多人也把除夕当周四过 这俩哥们中午对付一口 下午接着上课 其实这就是大多数留学生 过年时候的状态 一天天的 除了泡面就是泡图书馆 都快跟图书馆结婚了 人别人都能回家过年 方便 我们就天天坐这喝烫水 啥也不说了 敷衍的吃一下吧 今天有想回就回的 有想回不能回的 还有那不想回 咋能有不想回的呢 还有好多人和我一样 回不去家的 那那啥我提一个呗 你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